大家好 欢迎各位又来到 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 很高兴地继续来延续上一回 来谈谈新冠肺炎抗原快筛跟PCR筛减 很高兴各位能够继续 能够继续观赏到这个节目 这一段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集 我们都知道说 COVID-19的感染之下 这个pandemic的感染之下 我们需要去施打疫苗 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还是要常常需要做 所谓的病毒的快筛 以及PCR的核酸检测 到底这些快筛跟PCR核酸检测 有哪些关键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前两集 讲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现在关键问题 我们先来跟各位分享 第三个关键的问题 也就是PCR检测结果中 病毒的RNA含量非常少 我们必须要先通过PCR检测 这种大海捞栓方式 来找出大海里面 这些检体当中 有没有病毒遗传物质的存在 PCR的技术的原理就是 将等待检测的病毒 基因物质的一段RNA序列 经过反转入镁 进行转入成CD、CDNA 再利用PCR的技术 将等待检测的病毒的RNA的 基因序列片段的数量 用几核几数的倍增的方式 增加放大为原来的数百万倍 甚至是数百亿倍 然后针对这所形成的PCR的基因的产物 经过后续的一些化学物质反应之后 用紫外光去照射这个反应的物质之后 会发射出一些荧光 再利用一些科学的侦测仪器 来侦测这些荧光所释放出来的量 来做所谓一个定量的PCR的一个方式 所以PCR核酸检测 可以计算出病毒阳性的定量的一个值 CT值 英文的名字叫cycle threshold值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循环的阅值 也就是机器检测到荧光亮度的数值 达到设定的一个阅值 设定的标准 所需要扩增循环的数目 也就是我们需要放大这个 这基因的这个循环的数目 就叫做CT值 简单来说CT值是利用 是当使用PCR侦测代检病患 样本中间的病毒 基因物质RNA的数量 用核酸检测所需要的 扩增循环数目 有多少来量化我们病毒 RNA的数量 所以PCR核酸检测的敏感度 远远叫抗原快塞 要告诉许多 比如说PCR的检测 我们通常是用所谓的 仪器去侦测荧光值 但是我们快塞 是用露眼去看那条红线 有没有出现 所以侦测起来的敏感度 就会差很多 据来说 如果PCR的检测出来的CT值是38 它代表意思是什么 代表这个民众的检体 需要历经38回合的几何几数 放大以后 才可以侦测到的荧光值 达到我们的预值 所以PCR的结果 的CT值如果越高 也就是它放大的倍数越多 也就是它里面 病毒的含量越少 才需要放大那么多倍 如果病毒含量多 就不用放大那么多倍 所以相对来讲 CT值越高 就表示病毒的含量越低 这个病毒含量越低 CT值越低 就表示病毒的含量 相对是更高的 是一个所谓相反的概念 反之 对 这个刚才已经有提过 CT值越低 就是表示说 只要放大个几回 就可以达到我们设定的预值 所以反映出说 这个检体当中 有相当多病毒的 疾传物质的出现 一般来说 CT值高于三速 通常与不具有 复制能力的病毒 有相关性 然而这不是一个 广方被确认 或是标准化的 实验室数据 必须要谨慎的解读数据 一般一些研究认为 疾病早期CT值的高低 与疾病的严重程度 和死亡率 是有相关联系的 CT值通常会随着 疾病症状改善而增加 也就是说 CT值越高 可以增加病毒的数量也越少 疾病症状越改善 当然 你身体里面的病毒含量 也就越少 在COVID-19的感染过程中间 透过相同的PCR检测 方式的方法 来针对CT值的动态 进行系列性的评估 可能有助于确定说 哪些患民众 还是继续会有 传播病毒的能力 关于PCR检测 这个CT值我们整理一下 CT值用于长坤COVID-19疾病的处置决策上 目前还缺乏临床验证 临床决策上不应该仅仅靠根据CT值 部分临床医生会使用CT值三属 或者是比三属更高的数值 来界定说没有活性病毒存在 但这个数字既没有被国际认证 也没有得到一些科学化的证实 连续性的CT值的解析 可以提供有关病毒负荷量变化的资讯 但是应该在考量个别患者的一些免疫状况 跟COVID-19的临床病程的背景之下 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跟判断 随着时间的拖移 感染的症状越来越轻 CT值的增加可能表示说 可传染性的病毒数量正在减少 这接下来就是我们这几次 这个内容的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相关的台湾的疫情注意事项 还是请请问到台湾疾管署的最新建议 官方而有齐心抗疫 来政新观点与你一起加油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也很欢迎 也谢谢各位给予这个单元的支持与鼓励 谢谢各位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别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更多癌症治疗新知 请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 也会来对于 process与鼓励 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 然后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